之前拍的开场废话太多 所以我决定用头部配的方式 来跟大家说明这次的 市价行程啦 这次全新的Go Girl Deluxe 是以全女性团队打造而成的 所以里面会增添了许多 小贴心 这次来到的是我的故乡外购兄 府城AKA全堂市 AKA米其林指南 林科兴的台南市 然后呢我要来好好利用 这个新的设计 可收合的制杯架 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台南的饮料店 get it 第一家饮料店 哈努曼泰式茶饮 大家看这个名字应该就知道啦 这就是卖泰式奶茶的一家店 不过这家店呢 其实是我近期 我朋友才跟我说的一家店 但是一喝成主顾啊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跟我之前喝的 在曼谷喝的泰式奶茶 真的太像了 好 我真的受不了了 真的外面真的太饿了 我要赶快进去点饮料了 好不好 蹦不住了啦 我没有记错 他之前是用另外一个杯子啊 大概像斯勒宾的那种杯子 那他现在换的是比较一般的 750cc的杯子 在这个制杯架上面的表现 我觉得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 刚擦的吸管 而且是没有喝的状况下 他都没有撒出来 那来喝一下哦 就是这个味道吧 对不对 泰式奶茶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要喝起来感觉很不健康 就是他茶味非常非常的重 奶味也非常非常的重 而且很甜 不过其实在哈努曼那边啊 你是可以调整他的冰块 跟他的甜度的 呃 只是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 泰式奶茶喝起来 就是要感觉非常非常不健康 所以我冰块呢 是正常冰 甜度 是曼谷甜 好不好 茶香浓郁 而且带着那个炼乳的那种 甜腻感 但是呢 因为我是家正常冰 他的冰块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他用冰块 消除了这些非常非常厚重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超级棒的 跟在曼谷喝到的那种泰式奶茶 就是差不多一模模一样样 第二家店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哥 波哥其实是我在国小 就有在喝的一家饮料店啊 那很久很久之前呢 也就是刚开始喝的时候 他的店面 不要看现在他有两家 非常非常大的店面哦 没有 我在那时候他的店面 就只有小小一间 大概 这一家的三分之一的店面 就是一家非常非常小的饮料店 但是后来他们经营有成 而且他们用一种 嗯 一直都是直营店的方式在经营哦 所以让他们越做越有声有色 好不好 所以 我现在就要来享受一下 我的第二杯饮料 那至于是什么饮料呢 等一下我出来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哇 太黑了 这样比较亮 我在波哥买的呢 就是几乎我每次回台南都会喝的 综合腥味 好 我们赶快再前往下一家吧 好 这两块多了 这天气真的不能叫什么扫兵为兵 尤其是我不是马上喝的人 通常我拿的饮料都是马上喝 这杯饮料大概可能半小时就不见了 不过我们现在来到第三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呢也是很红的 而且是我没有吃过没有喝过的 也就是双生绿豆沙牛奶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好不好喝 因为至少我认识的台南人啊 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很不爱排队 好不好超级超级不爱排队的 所以我也是 所以每次双生超级多人我就懶得去理他 但是这次做企划 OK啊刚喝了一口 怀念已久的好滋味 波哥的综合腥味真的是超棒的 它这个其实就是茶 然后又有一些果汁 然后下面咀嚼的东西有爱玉啊 波霸啊 珍珠啊等等的 这是一杯口感层次非常非常丰富的好饮料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点偏台南口味 也就是有点甜 所以通常我都是叫微糖 我没有 这应该还可以啦 应该是不会丢台南人的脸啦 如果你要叫无糖 我又觉得好像它那整体的层次感 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这是一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饮料 刚刚骑过来的途中 因为它一直在融化 外面就会冒出一大堆水 下面没有一个底啦 所以当它今天在融化 在出水的状况下 就蛮容易滴到脚的 这算是一个小小缺点 今天是平日耶 大哥 不少人耶 因为我刚刚已经喝了两杯大杯的饮料 所以我这次买中杯的绿豆沙牛奶 它说饮用前请搅拌 最佳省味时间30分钟 我们马上去到下一家 双拳红茶 来来来 喝一下这个 非常有名的双生绿豆沙牛奶 我懂它的步数了啦 它的糖算是蛮固定的 你也没办法做调整 所以它为了迎合比较现代人的口味 讲究比较健康的那种心态 所以它其实没有做到非常非常的甜 但是它的牛奶跟它的绿豆沙是很浓郁的 它的香气是非常足够的 但坦白说它这一套我个人并没有那么的喜欢 因为它其实是把绿豆打到是非常非常的泥状 导致它比较没有所谓的颗粒感 它就是真的很滑顺很Snoove 这样直接搭配着牛奶滑入你的喉咙 进到你的胃 凉快你的身体这样子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有一点点 绿豆颗粒感的那种绿豆沙牛奶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较滑顺的口感的人喔 我觉得双生应该会是你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啦我们来去买双拳红茶 我们买到了双拳红茶 双拳红茶它其实已经经营超过了一甲子 也就是超过了60年 是一家历史非常悠久非常传统的店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背后这种感觉 它算是一个有点像 双拳红茶 大家也知道一辅二路三蒙甲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为了要防止一些敌军的进攻 所以让这边台南有非常非常多的圆环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这种狭小的巷弄 借此如果你要打巷弄战 要进攻这里是非常非常不好进攻的 也就造就了现在它非常非常的有一种 历史的韻味 这也是我蛮喜欢台南的一点 现在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 小西角的青草茶店 我们在这边先喝一下刚刚买的双拳红茶 古早味 赞 我叫的是微糖 你也可以叫少糖或者是正常甜 半糖也可以 因为它算是古早味的红茶 所以它其实会带一点色味 不建议大家去购买无糖的 因为如果你买无糖的话 它的色感会太明显 来台南喝一下双拳红茶 大概就可以勾起你小时候的那种 要说美好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比较早期的那种记忆啦 不过我觉得我喝不下去了 这边我应该 就买罐装的回去 看有没有人要喝 今天真的喝太多饮料了 太多啦 好啦我们来买 我们的青草茶 也会买 莲藕茶 买到了 这个小瓶的是青草茶 这个大瓶的是莲藕茶 好吧我个人真的比较爱莲藕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罐的 这个自卑一下 不知道放不放下去啊 这样子好像可以哦 哈哈 我来看一下这样子放回去 到底不OK啊 哈哈 最后一个关卡 青草茶 莲藕茶 先来喝一下这个青草茶 因为它真的已经 晒过来了 不建议这样子做好不好 大家 真的不建议 这个东西要先咬一咬 才比较OK 然后 真的要冰一点才好喝 现在已经有点退冰了 我觉得 应该 不是很好喝 但是 不管先喝再说 还是不差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差 我觉得还是很棒 现在喝一下我的爱 莲藕茶 这个就比较冰啊 这个就赞的啦 好吧 好喝 它就是莲藕茶的味道 而且它的味道是比较清淡清爽的 跟青草茶比起来 我真的个人啊 是比较爱莲藕茶的 你未来真的有机会来台南玩的话 我觉得这些饮料店真的都在水准之上 最后不免俗的我们还是要提到一下 它们这次 GOGO DEALITE 我觉得它骑起来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GOGO 因为它本身固子里面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是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它骑起来的舒适性感觉又更好的一些 也许就是因为它的坐垫消减的关系 所以让我的坐姿 诶 是脚不用可以脏那么开的 虽然我平常脚都脏蛮开的 一个男性开头的动作啊 而且像我今天去喝了很多饮料店嘛 所以我必须要骑车停车牵车 我必须要做很多次重复的动作 它们这次新增的就是长按左边方向灯两秒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一点点马达的动力 让你方便牵车子往前走 哦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超级棒的 当今天在台南你必须在这种小巷弄中去牵车 我相信对一些力量比较小的人 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这项辅助配备我觉得都是超级超级不错的 它的制杯架小杯中杯大杯原则上 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我在中间有说到一点嘛 就是因为今天喝的都是人影 所以它就开始滴水 它就是嗯 就是开始滴水 然后以男性的角度来说啊 并不会有卡卡会撞到这个制杯架的感觉啦 好了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想跟我聊聊天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网口去哪里我们下次见 拜拜